香港人知道,因為尤敏在他28歲已經結婚了 你生了你之後,他已經沒有再接觸這一行 你去到多少歲才知道媽媽曾經是一個香港的大明星? 我想是六、七歲 六、七歲,即是小學 小學時知道他是拍電影的 但我又沒有什麼概念 不知道是因為他自己說過 流口風說過 還是旁邊的伯母朋友 或者在街上的人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你媽媽在做什麼 你知道很多好事知道 即是三姑六婆 是啊,我真的不太記得為什麼會知道 但我記得我很早的時候就會知道他做這件事 但是呢 出街會不會,即是跟媽媽出街有人找他簽名? 有的啊 那時候覺得很奇怪的 走過餐廳的人會走過來跟他打招呼 不認識的啊 慢慢就習慣了 譬如街邊的人會怎樣叫你媽媽呢? 又媽的 很有趣的啊 有時候叫旁邊的柳小姐 柳先生 就是跟他旁邊的那個 很奇怪 他姓柳 那他先生怎麼會姓柳呢? 哈哈哈哈 那些人是沒有想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場面 他就不是姓柳的 那你有沒有看過媽媽的電影? 小時候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電影是 你媽媽是不是不提的? 他不提的 他很少說自己拍電影的生涯 嗯 電視又沒得播 電影亦都沒得播 那不同現在 那時候就真的沒有DVD啊 亦都沒有上網啊 沒有人去發掘到這些電影出來的 真的要去看的時候 其實是要去電影資料管 但是那時候電影資料管 其實都沒有 沒有現在那麼盛行 沒有說播放這些電影出來 所以就 我唯一一次記得就是想 在電視那時候真的做星星月亮太陽 嗯 很經典 你媽媽在那裡看的 是啊 那我很想看 我看到她的樣子在那裡 就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她就說不要看了 我們出門了 我真的沒有機會接觸到她完全以前的生活 真的到你有機會看都沒有 沒有看過 到我自己真的有機會看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不在了 1996年離開了 是啊 1996年離開之後 我就反而 就很多人會找回那些舊片出來 那時候電貿國泰就出了一些 以前沒有可能看得到的電影 出了出來 那次對我來說的衝擊也很大 我第一次可以接觸到一個 我很熟悉的人 她完全我不熟悉的那一面 是 好像發掘了一個新的 那個血脈好像相連了 嗯 你會不會很佩服你媽媽呢 譬如她二十幾歲就已經結婚飾影 真的跟這個圈斷了來往 我不太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嗯 可能以前電影拍的時候 當然她都成績非常之好 但是很多東西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辛苦的 是啊 我想她找到另外一個生活方式的時候 我想她舊的東西就不想再記得了 哈哈 但不是代表她跟圈中的人斷了來往 因為她有時候在街上很多不認識的人 會走來跟她打招呼 但是也有很多她認識的人 都會跟她打招呼 所以我看到她原來 很多不應該跟她相識的人 都會認識她 是 即是好像很近代的 譬如緣芳那樣 會走來跟她打招呼 是的 那她沒有認識緣芳的嘛 哈哈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始終是離不開的有些東西 一圈圈星光背後有我高勢章 想聽足本訪問 立刻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吧